天色已經黑了 遊民機車騎士被保全攔下 這個地點是在省道臺二十縣 南橫公路高雄梅山口管治哨 這個路段每天下午三點前 就要進空 但是卻有騎士不守規定 不只是機車騎士 有的人開車沿途欣賞美景 就會錯過應該要下山的時間 南橫公路附通最後一里路 預計五月初又條件通行 梅山口到天池路段 每天通行的時間有規定 是因為山區的天候不穩定 如果不遵守通行時間 警方可以依據稻礁條例來開單 勸導不停最高可以罰六千 而南橫這個路段 過去因為梅雨或者是颱風氣節 常會有土石流導致山崩路毀 不過因為山區公路周邊的美景 過去旅船遊客不顧規定 私自闖進封閉路段 現象還生 相關單位加強查期和勸導 希望民眾不要為了一時方便 反而讓自己身處險境 三連續有黃啟招和陣風高雄報導 三連續有黃啟招和陣風高雄報導 第二次的紅啟招和陣風高雄 就是廢東邊有黃啟招和陣風高雄